傅老师,你们这田瓜长得真好 对,这个田瓜就是比较好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采用的一个无土栽培模式 你是从哪过来的? 我是湖北荆州来的 湖北荆州过来的 来过来的目的想干啥? 就跟你学习这个无土栽培 你从哪个地方了解这个无土栽培? 我是看傅老师看您这个抖音上面看的 看视频是吧 你以前种过蔬菜吗? 我以前没有啊 没有种蔬菜你就是想直接做无土栽培 然后你感觉无土栽培比常规的土壤栽培好在哪呢? 感觉这个品质的质量方面 产量方面都要好,口感也好 然后呢,你为啥不先去做土壤栽培 然后再去做无土栽培? 土壤栽培,我们那边好多人都没有做成功 然后都是几百亩几百亩的荒在那里 所以说看一下无土栽培比那个好 所以说你过来学无土栽培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种植创业这些话 常规的土壤栽培已经不好做了 对对对 你就想去做无土栽培这些话 利用这种新的种种模式去做 因为我们那边还没有无土栽培 所以说要向这个新技术发展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 你以前是干啥的? 我以前是搞装修的 我装修的 现在装修不想做了? 现在装修打工赚不了钱 一个月一万多块钱 然后一分钱到年底一分钱都没有 就搞一个开支 就搞一个开支 然后就想自己创业 回到老家创业了? 还是自己去哪个基地去哪? 就自己回老家创业了 自己回老家看一下,试一下 回去又准备种啥做物呢? 种草莓啊,种番茄啊,种西瓜啊 今天有没有一个预期? 我通过无土栽培 我准备明年我能赚多少钱? 想个美费吧 暂时反正不搞蛮多 搞个十几万就够了 比跟打工差不多都行 然后以后自己慢点发展 好,明年要努力 对 好